大家好,我是不慌 被誉为日本版权力的游戏的新剧 《幕府将军》已在近日上映 故事发生在1600年间 外力朝鲜战争之后 日本泰格封臣秀吉死去 但是因为继承人封臣秀赖年幼的关系 导致国家的权力落在了五大老五凤行的手上 而这些人之中 德川家康的实力是最为强大的 因此其他领主都把他视作眼中钉肉中刺 与除之而后快 此刻的大阪城内 五大老之一的胡勇领主 正要参加一场鸿门宴 他的对手石棠以及另外三名领主 正在指责他违背封臣秀吉的遗愿 公开集结势力对抗议会 并且拉帮结派扩大领地 但胡勇表示 自己的势力永远只会留在关东 不会率先破坏和平 可是几个领主哪里会相信呢 因为他们早就知道 胡勇将封臣秀赖的母亲 骗到江户 可谓人质 所以他们早就投票决定 要求胡勇在七日内 把人质送回大阪 否则不许他离开这里半步 没办法 胡勇知道自己不能同时 对抗四个领主 所以也只能是暂时的答应了下来 但是他很清楚 人质送回来之后 那接下来就是清算时间了 所以他立马安排手下广松 去医斗执行一个秘密任务 话说在一个月之前 日本海域上忽然出现了一艘荷兰战船 那时候海上贸易被葡萄牙和西班牙垄断 葡萄牙的天主教在日本的贸易中 获取了大量财富 并暗中勾结日本浪人 打算发动一场代理人战争 而由英格兰和荷兰组成的新旧同盟 则想打破葡萄牙的贸易封锁 因此引航员约翰带领了五艘战船和五百名水手 从英国出发 历经千辛万苦抵达日本 只可惜在海上经历了种种意外 团队最后只剩下不到12人 再加上言语不通 约翰等人一到日本便和当地的武士发生了冲突 在遭遇了一系列的凌辱后 约翰被带到了伊豆领主所重面前 但由于对方找来的葡萄牙翻译和新教徒是死敌的缘故 所以在对话之中 翻译谎称约翰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海盗 并希望所重能当场处决他 可约翰也不想坐以待毙 于是他一把夺过了翻译的十字架 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结果这个举动引起了所重注意 他不由得对这个一帮人产生了兴趣 随后他便下令 从约翰的队伍里找来一个替死鬼来替他受刑 于是在当天晚上 武士们在村口立起了一口大锅 然后把一个可怜的水手扔进锅里 满满煮熟 水手的惨叫声响彻整个村子 但所重却是听得津津有味 回到住所后 手下为所重献上了当地最红的名记 供他取乐 可偏偏所重有一个特殊的癖好 比起享受美女 他更喜欢看着手下和女人享乐时的场景 这实在是一言难尽 时间来到第二天一早 所重轻点了下战船上的武器 发现有500只火枪和20门大炮 于是他打算隐瞒事实 将这些装备据为己有 因为他已经注意到 胡勇随时可能倒台 所以为了给自己谋后路 他必须收下这批装备 只可惜这个想法还没实现 广松已经听取了胡勇的命令 带着手下赶到了这儿 他要求所重 老孙交出约翰还有武器 看来孙子里面 早已经被胡勇安插了耳目 随后约翰跟随广松 开启了前往大阪的旅程 负责跟他沟通的 是一个西班牙水手罗德 约翰为了不引起麻烦 于是欺骗罗德 他们是一艘迷路的商船 来到日本 只是一个意外 罗德也告知约翰 想要在这里活下来 就得好好解释现实 暂时屈服在鬼子的淫威下 才有活命的机会 不久后 船队在海上遭遇了风暴 而因为约翰有航海的经验 所以罗德解开了他的绳子 希望他能带领大伙渡过难关 可在指挥的过程中 罗德却被风浪 打入海中 约翰只能朝水里 扔出一根长脚 希望罗德能抓紧 这个救命稻草 随后 在他的指挥下 水手们一起努力 冲出了风暴 等船只抗岸后 约翰立马表态 在没有找到同伴之前 他是不会离开这个地方的 于是 锁中被广松派去 跟他一起寻找罗德 随后几人在悬崖下的礁石上 发现了罗德的身影 约翰想下去救人 可锁中却阻止了他 因为他是胡勇 指名要件的人 不能让他去冒险 于是 约翰把绳索交给了锁中 希望他能来当这个救援人 锁中受到了刺激 认为对方是在挑战他的勇气 所以他不顾手下阻拦 执意要去悬崖边界救人 结果爬到一半 绳子突然断裂 锁中尽直的摔在礁石上 约翰往下下方 似乎有点心灾乐祸的感觉 随后锁中再次站起身来 将罗德拉出水面 但是脚下突然一滑 反倒是一头栽进水里 只见海浪不断的拍打在锁中身上 让他陷入两难境地 出来之时 锁中却手里摇剑的武士刀 打算在这里切负自己 因为他觉得自己受到了极大的侮辱 好在危机时刻 身后来了几个帮手 他们把绳索递到锁中面前 这才让对方打消了这个念头 接下来他们被拉上悬崖 看着满头是血的锁中 约翰第一次对鬼子产生了敬佩 于是低头向对方表达了惬意 事后在前往大阪的路上 约翰跟罗德聊起了锁中自杀的内幕 他实在想不明白其中缘故 罗德解释道 这些日本人就是喜欢用切腹来决定自己的死亡 这也是他们对死的觉悟 聊完了锁中 罗德又从箱子里拿出一本航海图 这是他在荷兰战船上发现的 里头记录的正是约翰他们此行的目的 图上标志了很多天主教的基地 原来约翰他们来日本的真正意图 是想取代自己的天主教势力 从葡萄牙手上抢走贸易航线 这下子他们的目标全被暴露 因此冒出了杀人的想法 拯救罗德早有准备 他掏出手枪堵住了约翰 就这样约翰被一步步的压到了大阪城 而等待他的正是五大牢奉行之一的胡勇领主 时间会到封城秀集临终前夕 他把封城秀赖托付给了胡勇 并希望他能在继承人长大之前担任这个国家的摄政王 但胡勇思考了片刻还是拒绝了这份产事 因为他很是清楚如果他登上了这个位置 就相当于给了敌人一个结枉的理由 到时候无论是秀赖还是自己都只有死路一条 于是秀集只能把摄政王一职拆分成五人制度 分别由胡勇和石堂等五位领主共享权利 只有等到少主长大的那天 他们才会交出权利 回到现在 约翰在广松的代理下 总算是来到了大阪 见到了胡勇 这一次胡勇同样安排了一个葡萄牙神父冲的翻译 所以约翰自然不会相信对方 可胡勇已经留了后手 他有请广松的孙女真离子充当听众 因为早年间真离子也学过葡萄牙语 所以不怕葡萄牙人隐瞒信息 随后约翰告诉胡勇基督教有两个分支 分别是新教和天主教 而他是来自英国的新教徒 自然和信仰天主教的葡萄牙是敌对关系 但胡勇对这些不感兴趣 他只想知道约翰是不是海盗 以及携带大量武器来日本的原因 于是约翰解释到自己并不是海盗 他们的船只有赫兰班部的贸易许可 船上的武器也只是用来武装商船 防止被他国侵略 可话刚问到这 胡勇的死对头石塘突然闯了进来 他听说胡勇在即将被弹劾之际 还邀请了一个异教徒进城 自然是很害怕他在背后搞什么手段 于是石塘当机立断打断了审问 并命令手下将约翰关押进地牢 夜里胡勇向广松和真理子等人 解释了他要见约翰的原因 原来他早在之前就已经从密探口中得知 葡萄牙人很在意约翰死活 于是他猜测在五大牢之中 信奉天主教的穆山和大爷两个领主 一定很想处死约翰 所以他故意隐瞒对方 目的是想要挑拨石塘和另外两个领主的关系 只要议会的人心不齐 那弹劾仪式自然又搁置下来 而情况也确实如他猜想的那样 在投票期间 大爷和穆山都一致认为 石塘必须除掉这个异教徒 才能够进行投票 而石塘这边也有自己的顾虑 很清楚 假如除掉胡勇 那接下来要面对的 自然是这两个信奉天主教的领主 假如他们联合起来对付自己 那也不是什么好事 于是他偷偷召见了胡勇的手下索重 他要求索重必须在穆山杀死约翰之前 将他给救出来 这样既不会得罪穆山 又可以把事情再次推回到吴勇身上 回到约翰这边 他在监狱里遇到了一个基督教神父 对方告诉他 在28年前 他只身来到日本传播基督教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他发现很多神职人员的眼中 只有丝绸和黄金 传教都只是借口 控制这个国家的经济 才是他们的真正目的 而在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发展 五大佬之中的大爷和山木 早已经被天主教教会牢牢控制 所以只要等到时机成熟 葡萄牙就会在附近的海外基地 集结一批日本浪人发动政变 到时候一举取代这个国家的政权 听完神父的话 约翰顿时目瞪口呆 他想都没想到 自己在刚逃离海上大风暴 就被立马卷入到了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 如今之际 他也只能走一步 算一步了 第二天一早 约翰刚从梦中醒来 就被几个武士押走 对方宣称他已经成了山木领主的囚犯 随后他就被戴上面罩 送往行刑的路上 但在押送途中 武士们却突然遭到了土匪的袭击 等战斗结束后 那个招募土匪的幕后黑手 才出现在所有人的面前 原来他正是锁中 只见锁中将佣金扔在土匪面前 然后等对方弯腰时 突然手起刀落干掉了对方 守下们也齐齐出动 将所有的土匪一一灭口 随后锁中把约翰带到了胡勇面前 他声称 刺激巡逻时刚好遇到了土匪 武士爆发冲突 于是顺手干掉了土匪 并救下了约翰 但胡勇可不相信有这么巧合的事 于是当着所有人的面 把锁中抢打了一番 接下来 胡勇再次请出真理子 让他冲到翻译 只是他想知道欧洲各国的地理位置 和世界格局 于是 约翰在沙地上画出了地球的形状 以及欧洲人是如何通过 麦哲隆海峡来到东方的 同时他还告诉胡勇 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 刻意在航海图上隐藏了日本位置 因为在很久之前 两个国家就已经定下契约 他们可以对任何一个 非天主角国家宣誓主权 而日本刚好被列入了葡萄牙的统治范围内 除此之外 葡萄牙人还在澳门的附近 建立了一个武器库 里头培养了一只浪人雇佣兵 意图扶持一个傀儡政权 来取代日本 听到这里 胡勇立刻严肃起来 因为在五个领主里 已经有两个是天主教徒 随后约翰又表示 他来到这里 就是为了得到日本支持 如果能和英格兰联手 那打败葡萄牙人 也只是时间问题 面对约翰的说辞 胡勇虽然没有立刻答应下来 但他打心底 已经不再信葡萄牙人了 他吩咐手下 将自己的军事留给约翰 也算是有了合作的意图 当天晚上 胡勇以海上不平的理由 暂时拒签了葡萄牙商船的 起航文件 葡萄牙人也立刻明白过来 发生了什么事 于是教徒立马找到山木 希望他能够尽快的处理掉约翰 随后一个刺客 出现在胡勇的住宅中 对方假扮成女仆 借机干掉了一个武士 隔壁另外的一个武士 也听到了动静 出来查看 结果下一秒 武士的喉咙也被刺客割断 但是在临死前 他还是把刺客的行踪 给暴露了出来 大量的侍卫 朝着胡勇的军事跑了过去 但刺客却反其道而行之 躲在侍女的屋中 将所有的侍女杀给一干二净 接下来刺客又顺着房间 来到另外一个卧室 就在他准备下手之时 胡勇拿着武士刀 突然出现 劈中他的脖子 但刺客却强忍伤痛 还试图上前 好在这时 约翰及时出现 拦下了对方 在缠斗中 他被对方的武器 划伤了手臂 但刺客也因为流血过多 失去了抵抗的力量 他一边捂着脖子 一边还想攻击约翰 最后被胡勇轻轻一推 直接倒在了院中 等其他武士赶到之时 刺客已经没了胡锡 主人很失诧异 他们怀疑是食堂派来的刺客 想要刺杀胡勇 但胡勇却说道 刺客的目的不是他 而是约翰 以上就是幕府将军 前两集的故事 喜欢的话 请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